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囊牌 今天是第八期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标题 切片数组 对 今天咱们就讲一讲 如何对数组进行切片 有朋友说 尤其是初学者朋友说 什么叫切片数组 怎么数组还能切 是这样 Python或者囊牌 它给咱们提供了一套 和其他语言不一样的 数组数据的访问方式 它叫做切片数组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吧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使用切片的方式 访问数组的数据 该怎么做 好 咱们先少许 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战演习部分 实战演习 咱们一上来先import囊牌 这个没说了 咱们先import一个 今天我给你演示的 还是使用Google的collab 非常的方便 我最近做一些 对象目标的侦测模型的训练 就是使用这个collab 非常的好 速度也很快 给我匹配到 都是这个特斯拉100的GPU 我是非常的喜欢 物有所知 好不好 显然少许 再说一句 为什么咱们这个numpy 不如tensorflow 其实numpy 给咱们提供的功能 足够强大 为什么还有一个tensorflow 我认为最大的区别 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 最大的区别 就是因为numpy不能使用GPU 而tensorflow提供的 使用GPU的接口 就这么一个区别 这是它最大的区别 好不好 好 咱们先少许 咱们首先定义一个numpy的eV数组 看一下 直接回车 我把它打印出来 稍等 咱们声明一个eV数组 是0到11 因为咱们弄了一个12个像素 12个元素 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就准备存取它一下 怎么存取 他们看一下 首先咱们先敲一个 我这先加一个空行 OK 咱们先敲一个 大家请看 冒号5 什么意思 指的是说我只取前5个元素 肯定是从0开始 对吧 我只取前5个元素 也就是说从下标0到4为止的所有元素 看一看 够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0到4 没问题 这个写法 其他语言中反正我是没见过 对吧 真的是这个 python很好 然后接下来 还没完 我取了0到5的元素 然后5之后元素 我也想取怎么办 大家请看 就这么想5加个冒号就出来了 看一下 看看 这两行 大家请看一下 这两行有什么区别 够 大家请看 我这行取的是0到4 对吧 接下来这个呢 那取的就是5到最后 大家请看 咱现在把数字给切开了 是吧 从中间切开了 对吧 切成两部分 还能不能切 还能切 咱们再试试 比如说大家请看 我这传了两个参数 而且大家请看 中间加了个冒号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 我从下标4开始切 切到7-1 后面这个数值要减1的下标 也就是说 咱们下标要看到的是 4到6的下标的所有的元素 会被咱们取出来 试一下 这是咱们再加控行 为了让您看得清楚 OK 试一下 好 456 是不是下标是4到6的 数数 下标是0 下标是1 正好玩都对上 这是下标是4 然后取到下标是6 因为咱们给的是7 所以说取的下标是7-1 对吧 就是这个456 取到的也是456 没问题啊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切片数组的存取方法 对于咱们学习Python 学习当排 非常非常有帮助 非常重要 没有质疑 必须要汇扬 好 咱们接下来再看一个 非常奇怪的取法 咱们取啊 请看 我加了两个冒号 然后给了个2 这什么意思 这个指的是说 取出所有的数据 但是 索引要以2为不长 往下跳 不是全取了 只取0 2 4 6 索引的数值 好不好 看一下 够 大家请看 下标 它不是一般 咱们下标都是加1 往后跳 对吧 都不是了 加2了 这回 比如说我这不是2 是3行不行 可以啊 咱们可以再加3 所以它是0369 对吧 这就是说 下标的不长 我一下跳几个 非常方便吧 非常方便 一般的其他语言中 咱都需要编程 但是在咱们这个python里面 就不需要 再比如说 大家请看 这个写法 跟刚才这个写法差不多 只不过是说 我是从第一个 不是从第一个 是下标唯一的数据开始取 然后呢 每次跳两个不长 这样取出来的会是 大家请看 从1开始取 取完1的不取2了 直接取3 然后取5 取7 取9 对吧 不长往下跳 一下跳两个 对不对 OK 这个是基础的支持 非常重要 而且没有之一的重要 好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就奇怪了 再接下来 下标居然还出现了负数 很奇怪不 它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我跟您说 它是把数组 所有的内容 倒序 反序排列 好不好 咱们现在的速度看到的是 01234888到11 对吧 不了 反过来 看能不能行 够 回来了吧 速度还能够倒序 非常好吧 OK 这也是它独特的功能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学会 今后咱们再做这个深入计算 完全会运到这些功能 几乎每天都用到 好 接下来 奇怪了 我-1是倒序 我-2是什么意思 -2就是说 你不光倒序 这不长还以2为单位进行 相加 好不好 咱们试试 相加这单词用得不好 大家请看 我倒序了 同时应该是-2 每次不长 还都在-2 倒序还-2 对吧 也就是说 它这个python 或者说这numper 给咱们提供这些 一个切片的访问方式 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还没有之一 好不好 OK 我给你演示完了 一维数组 接下来 我再给你演示一下 二维数组 咱们先少许 马上开始 我这每期视频 因为是知识视频 技术视频 我不想做太长 好 咱们马上看 我这有一个 二维数组 B 对吧 咱们先打印它一下 咱们是声明了 24个元素的 二维数组 是四行六列 对吧 四行六列 咱们就习惯 这个叫法 四行六列 一般说 我这是二维的是 四乘六 不好记 四行六列 这样记 OK 开始 他请看出来了 有四个行 然后每个行元素 有六个 所以叫四行六列 没问题吧 OK 咱们今天再切它 我这怎么大写了 我这怎么同学大写了 OK 我这个虚拟机 跟我这本机 有时键盘冲突 好 咱们首先干什么 跟刚才咱们一样 首先加个冒号2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要取 0到1的数据 对吧 2减1 0到1是哪个 是行 咱们是取0行和1行 两行 看看能不能取到 两行 对吧 请看 这就是前两行的数据 对吧 完全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要取前两行 同时 同时大家请看 加了个逗号 对吧 逗号后面 指定的是列 列也是冒号3 是什么意思 冒号3代表着 从0到 3减1到2 下标从0到2 的所有数据 那么这行代码 就是说 我取前两行 同时列 要前三列 好不好 看一下 上面还打开 咱们有个对照 Go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取了 整体数据的 前两行 同时还取了 整体数据的 前三列 对吧 没有问题 very good 非常方便 在其他语言中 咱需要编码的逻辑 在咱们这个 Python囊派里面 两个下标去搞定 好 咱们接下来 再往下看 接下来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简单了 对吧 取前两行 但是因为这地方 我给的是两个冒号 代表什么 代表是要算不长了 也就是说 我取前两行 但是列所引 是以不长为二 进行选取 好不好 看结果 Go 请看 024取到是这个 0 这个2 这个4 对吧 然后取前两行 这是6 8 10 没问题吧 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 接下来又出事了 居然又出现了 复数 复1 这是怎么取 取前两行 但是咱们的列 要倒序 对不对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我取了整体数据的 前两行 但是数据是 012345 把它变成 54321 对吧 进行倒序 非常有用 咱们一定要记住 尤其在咱们做 这数据预处理 打断数据 等等 都要用到他们 好 接下来 接下来这事儿就大了 两个复1 该怎么理解 两个复1是说 取出所有的行 对吧 但是呢 倒着去 取出所有的列 也倒着去 好不好 看一下结果 Go 大家请看 咱们取出的结果 和原数组 是行也反了 是列也反了 全倒过来了 是吧 天地大移转 是吧 乾坤大移转 OK 好 咱们接再往下 接下来 咱们再看一下 这是取什么 这个大家请看 这个其实是说 我在这个行的位置 仅仅给了个冒号 列的位置给了个零 也就是说 我要取所有行 但是只取 第零列 好不好 形成一个 一维数组 看结果 出来吧 大家请看 零列是 零 六 十二 十八 对不对 我把它变成 一个数组 数处 非常方便 对不对 真的是非常方便 比如咱取一个 别的列 这个逻辑 如果您用其他语言 那这编码量 还少不了了 对不对 好 咱们接下来走吧 这个python是越用越爱用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看一下 这个是取第零行 但是取所有的列 好不好 试一下 没问题吧 第零行 这代表所有的列 其实这个代码 咱就完全可以把它写成 这样写 取第零行 反正你是所有列 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 第零行不就完了吗 跟刚才是完全的一样 对不对 我再重新给您拷贝一个 这样扛 这条代码意思是一样的 对不对 就是第零行所有的列 对不对 OK 接下来就不一样了 我可以对这个 我取的列进行一些个选择 比如说 我取第零行所有的列 但是这个列我要倒序排 出来了吧 能倒序 而且还可以指定不长 没问题吧 而且还可以 咱们再来一个 不光是负的 正的也行 都没问题吧 OK 这就是咱们如何 使用切片的方式 访问数组的方法 最基础的方法 这个在咱们今后的 机器学习过程中 非常非常的常用 没有质疑 可以说这个 这个使用方法 是NOMPi的 最最最基础的 知识点之一 好不好 这个真的是质疑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咱们NOMPi 切片数组访问方法 这些个小的知识点 希望您能够掌握 今天我的代码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 可以访问一下 然后也希望喜欢 我视频的朋友 能够订阅一下 我的小马视频频道 希望您的支持 好不好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